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一群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拥抱光之美少女的首饰和合玩 先看这一代,是手链,一共有六个种类 会是什么样的呢? 蓝色的手链,还有一个新型的吊坠 是安琪天使 链子上有三种串珠 戴在手上试试 你们觉得好看吗? 还有一个扭蛋抽到的戒指 好了,再看第二代 也是刚才的手链 诶,也是蓝色的 和刚才的好像啊 都是安琪天使的吊坠 不过这个串珠和刚才的不一样 你们更喜欢哪一条呢? 欢迎给我留言哦 我更喜欢第二条的珠子 好的,再看这一代 是拥抱光之美少女的贴纸 装贴纸的袋子有八个种类 这八个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看看我们会抽到哪一个 哇哦,是这个蓝色的 小婴儿爆炭和精灵哈利 像一个五角星的形状 看看里面的贴纸 好厚一叠啊 一起来看一下 有爱情天使的 友谊天使和爱情天使 安琪天使和新城天使 友谊天使 新城天使 客彩天使和小爆炭 安琪天使 仓鼠哈利 可爱的小爆炭 喝彩天使 挑选自己喜爱的贴纸 贴在袋子上 也可以用来贴信封 看一下这一代 会拿到什么图案呢? 粉色的 是安琪天使 新城天使 还有贺彩天使 在一起的图案 这里面的贴纸和刚才的 应该也是一样的 我们选另外两个贴纸 装饰上去 好了 然后是拥抱光之美少女的发卡 有八个种类 这边都是向右的 这边是向左的 看看会抽到哪一个 粉色的 上面的图案是 贺彩天使和小婴儿爆炭的 夹在头发上一定会很好看的 那对应的是这个 6号的 我们夹在小文的刘海上 哈哈 好可爱呀 把它两边的小辫子夹在一起 这样子也很好看呢 你们喜欢这个发墙吗 那最后一个是圆形的小铁盒 图案是五个美少女的大合照 还可以挂在手上 拉开拉链看一看 看样子可以装很多东西呢 把喜欢的东西都放进去 可以用来做手势盒 也可以做铃钱袋 用途还挺多的 好了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